嗨的我是雅雅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四月愛用品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我頻道從來都沒有分享過的 香水類 因為之前真的就是經歷照顧小孩 到現在他上幼稚園已經快四歲了嘛 然後再這樣懷孕五年 我已經有整整五年 不太差香水了 那這罐香水呢 是我去逛他們櫃上的時候呢 意外聞到就想說 蛤這什麼味道超好聞的 但是呢因為香水每次都是買一大罐 都會覺得不知道要噴到何年何月 然後我姐姐呢她有在代購嘛 她就看到國外網站有這個小小的滾珠瓶 她就買來送我 這個味道呢 要怎麼形容我覺得是甜的香 但是呢它甜而不膩 比起現在市面上很多香水 都是可能花香啊水果香啊 或者是木質調的香 我覺得這種甜甜的香 就是額外的吸引我 覺得是有帶一點點蜂蜜的香味嗎 總之大家真的可以去聞看看 它讓我重新染起想要噴香水的那種慾望 之前我愛的香水啊有這罐 擺了很久的 DKNY的這個 蘋果這一顆 這個呢也是曾經我愛用很久很久的 然後呢還有之前收到公關品 後來自己留下來的Juice Star的這個 也是比較少女味道的香水 然後還有這一個是我後來我老公送我的 忘記什麼牌子 上面寫212 總之呢我用到這一罐之後呢 我覺得其他我一秒都覺得可以決定斷捨離了 有時候呢真的覺得說沒有辦法斷捨離 並不是你很不會決定 而是你還沒有遇到一個你超級無敵愛的東西 愛到你就覺得跟其他的東西 馬上有一節大落差 所以其他的呢都可以斷捨離 我就想到我不是很愛看那個 牛郎羅蘭他的影片嗎 他就會說 因為他是一個基金主義者 然後他的東西呢 就是常常各種功能就只有一樣 然後他說呢 如果呢他可以用第一名 他為什麼要用第二名的 所以呢如果對我來說 馬上就可以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的話呢 那這樣斷捨離真的就簡單很多 柔味的這個呢 真的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香水 那接下來呢跟他分享一個護唇的 因為這個月啊 我大家知道我曾經嘴巴有大破洞 然後又長得泡枕 然後那時候整個嘴唇的狀況 超級無敵糟糕 就全部都是脫皮 然後我就在那裡扣扣扣扣扣 然後後來就發現呢 我亂扣破皮的那個地方 最後就變得暗沉變得黑黑的 連我兒子都問說 你的嘴唇怎麼變黑了 超級無敵可怕 然後那時候呢 也因為嘴唇是這樣子脫皮的嘛 然後就覺得潤唇膏 你如果要這樣子去塗抹 怕又再刺激到 所以呢後來我就很常用這個 歐蘇丹乳木果的這個 護唇 因為呢它這個是管狀條狀的 可以擠出來 然後抹在唇上 我覺得它的潤唇的效果 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你一次就可以擦足 你想要的厚厚的量 不需要像磅狀的唇膏 你要這樣子塗抹 塗抹 而且我記得我之前擦過 這種凍狀的唇膏 沒有特別的喜歡 因為有的呢 要嘛非常非常的油亮 然後是太豬油感的那一種 然後不然呢 有的就是覺得擦上去呢 但是呢潤唇的效果不夠 我覺得好像只是差一層東西在上面 但是呢它們我覺得 不但是很潤唇 而且是會很吸收進去 嘴巴瞬間唇紋會淡很多的 它價格呢我覺得也不貴啊 400塊 算是蠻值得入手的一個護唇 我覺得他們家的 比較完整的妝 我一定是直接就用卸妝油 然後全部都一起洗掉 但是呢自從這個月 我開始試用到這個 北紋23.5的 他們這個 什麼系列的卸妝 就覺得好喜歡這個質地 搭配這個 蘭蔻的眼唇卸妝 我已經用到一大罐了 剩下小罐了 正打算要補貨 總之蘭蔻這一罐呢 眼唇呢 非常好卸 就特別溫和 然後特別不拉扯皮膚 又可以卸得特別乾淨 就先用這個卸完眼唇之後呢 然後整個兩頰啊 整個大區域的部分 再用這個 然後來做按摩按摩按摩 這個呢 是有點凝露的感覺 然後你按摩之後呢 會變成水水的 總之是那種 你認真按用力按 還是覺得超級不摩擦皮膚 非常的舒服 然後卸完呢 也是水嫩水嫩的 覺得很溫和 又可以卸得乾淨 這一瓶也真的是快要空瓶了 我自從開始這樣卸妝 我就覺得 皮膚好像似乎也更穩定一些 而且呢 以前就是直接用卸妝油卸的話 有時候好像眼角一些些啊 還會不小心沒有卸乾淨 然後這樣子分開卸呢 就是不但對臉的大面積啊 就是又更溫和 不需要全部都用很強的卸妝油 然後呢 眼唇也卸得特別乾淨 覺得還蠻喜歡 應該會繼續維持這種卸妝方法 那再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覺得我的底妝今天不太一樣 有沒有特別漂亮 因為這個月呢 我一直都在試用 鄭軒木他家的底妝 他家底妝 包裝看了很感動 因為覺得超級超級無敵美的 好愛這個魯色的包裝 重點是裡面的內容物 我也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 多餘的話不用說 反正就是用起來 你就會覺得自己特別的漂亮 你就會覺得你的皮膚特別的美 它呢是屬於那種保濕型的 滋潤型的 然後你會覺得很貼到皮膚裡啊 好像有個好漂亮的透光感 但是呢 又不會凸顯我的毛孔啊 紋路等等的 因為很多光澤型的粉底 就會讓我覺得 我的膚質太不平滑了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很愛蘭蔻的那個零粉感 它可以讓我的皮膚變得修得很細 那這一款呢 雖然沒有辦法讓皮膚修得到 這麼的細 可是呢 它的那種妝效啊 透光感 就是會讓你覺得皮膚是更亮眼的 他們家彩妝呢 我會大開箱 我剛好可能就在 過兩天 禮拜四的影片 總之呢 我覺得就是除了妝效很喜歡 然後上上去 覺得遮瑕度還 對我來說還蠻不錯的 讓我變白的那種 白髮 又不是很慘白的那一種 或者是厚粉的白 就是讓我覺得皮膚變鮮的白 自從我用到它之後 我又覺得 手邊很多粉底又可以斷捨離了 因為呢 就算其他的粉底好 內容物是好的 也是不錯的 可是呢 它不但是內容物好 包裝還這麼美 真的是看了就開心 然後它的持妝度呢 我也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到了晚上是那一種 遮瑕度會有點點點掉 但是呢 我覺得是以 悄悄的方式的 是不會大脫妝的 那當然前提呢 是你要好好的定妝 因為它是屬於保濕滋潤型的 你沒有好好的定妝 就會有肌線的問題 對然後在外加呢 它的香味我也覺得 是好聞的 它是一個溫柔的香 不會有刺鼻味的那一種 我發現有的粉底 真的就是味道還蠻刺鼻的 然後再來呢 還有他們家的這個 這個霧面唇膏 我也非常的喜歡 大家一定要看禮拜四的影片 它的包裝蠻特別 是那種一個按鈕 然後就會彈射出來的 然後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超美超美的 我一看 就覺得好喜歡 喜歡到我手邊的 NARS的兩支霧面的裙筆 我都覺得馬上就可以斷射你 瞬間就熔燈 最棒的霧面唇膏 它做的其實很特別 你看除了這個 一般唇膏的這個斜角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也是有一個 切面上來的 所以它的角度呢 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好畫唇膏 然後它的質地又是那種 很輕薄的霧面 但是也很貼唇 很均勻 重點是這個顏色調的 實在是太美太美了 本來呢 我不是想說之前試到 Romaine的唇釉 非常喜歡霧面唇釉嘛 但是現在呢 我真的覺得用到它 就不需要再去買 不需要再去收集 那些淺色霧面唇釉了 因為這個又更方便 你不需要說像唇釉塗上去 我都需要 還要用手指啊 暈染這樣子 這一個呢 一支就可以 好好的把整個唇部 用得非常漂亮 非常柔霧 我覺得它的持妝度也不錯喔 吃完飯 竟然還是有大部分的顏色在 然後呢 也是不染唇 也是可以卸得乾淨的 那再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特別 沖泡式的湯瓶 這一個呢 是我姐先 推薦 先送給我喝看看 之後我一喝就愛上的 一開始我姐就跟我想說 欸有個蛋花湯 用泡的 很好喝喔 我就想說 拜託用泡的 蛋 會多好喝 然後她就說 不是不是 真的不像泡的那一種 是真的很像真的蛋花湯 她就先送我一包 我泡起來 哇 真的 超級好喝 超級順口 就會一直喝一直喝 而且重點是呢 她一包熱量 好像只有20級卡 真的很適合 像我常常就是 兒子睡了之後 再下去加班嘛 可能10點多 我要11點多的時候 呃 覺得很嘴饞的時候呢 喝一包啊 不會有太多的負擔感 她呢 其實有分像一般型的 跟 鹽減量的 我一開始喝一般型的 其實老實說我低口 會覺得 有點鹹 是不是很多味素 但是呢 沒想到就是越喝越順口 她呢 是屬於那種 當然不是台式有油蔥的那種 蛋花湯 是那種裡面有這個 一條一條橘色的蟹肉 海帶那些的 反正就是一個很好喝的日式風味蛋花湯 而且呢 她的蛋呢 量也不會太少 喝起來呢 真的是一個 你想要吃宵夜的時候呢 可以滿足你 常常一次呢 就是喝了一包 又不小心再喝第二包 真的是很順口 如果呢 你是比較重口味 或者是你希望泡一包 然後湯量要多一點 就是用那個湯來灌飽你的 飢餓的肚子的話呢 就是選擇一般版的 然後如果呢 你是可能想要一般的湯量 這樣子就好了 你自己可以選擇減鹽的 我覺得減鹽的也是滿剛剛好 總之來兩個我都很喜歡 而且我都喝到剩下一塊 我捨不得喝掉 因為我想說 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個我是在蝦皮裡面的 賣家啊 日本代購那些買的 後來喝到那個超好喝 我就在 再買了一大堆東西 結果我發現他們還有就是 蔥泡的粥啊 然後跟各種湯 可能玉米濃湯啊 等等的 其他的就是 非常非常的酷 然後這些 因為我都是各買一包 所以我還沒有真的吃過 我自己姊姊說 吃起來還蠻不錯的 我在想說 我到底是要留著 評評給大家看呢 還是我呢 我自己吃掉再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這些日本的 沖泡飲品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 我再來做一集 在最後的最後呢 因為剛好我現在 就生理起來肚子很痛 然後我就想到 欸 我一直都沒有分享 但是我也用了很久很久的 就是這個 蘇菲的這個熟睡褲 反正就是 褲型的衛生棉 這個呢 我自己真的是 用了就回不去了 我都是在那種 可能第一二天啊 量特別大的時候用 因為我的月經來也是屬於那種 會血崩的那一種 然後就算呢 你是業用的 你再大片 或是再長 有時候呢 你就覺得翻來覆去 還是會怕他怎麼折凹到啊 還是會流出來 可是呢 用褲子的就超棒超方便的 你完全怎麼睡都不用擔心 就算那個褲子沾到血 反正那個就是要整個丟掉的嘛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長怎樣子 我覺得 後來也有用個 不同種的這種 褲型衛生棉 我最喜歡的 還是蘇菲的這一款 因為呢 它用起來啊 真的很有 像真的內褲的那種感覺 因為有的呢 用起來真的就是 可能彈性不佳 然後材質比較粗一點 我覺得蘇菲這個還蠻舒服的 就是直接把它當內褲穿這樣 另外這個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牌的 是 這種褲型的衛生棉 但是呢 我真的就覺得 用起來 比較粗糙 比較薄啊 什麼的 彈性沒有的 這麼的好 總之呢 如果你是屬於那種量比較多的話呢 想要一較好眠 真的很推薦去買這個 褲型的衛生棉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四月愛用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呢 這個月有愛用什麼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